莫愁吐露无知己,谁人不识小面移,大家好,我是小面移,空心菜是夏天里比较常见的绿色蔬菜,平常大家都会只吃空心菜的梗,其实空心菜叶子也是可以吃的,而且比菜梗的营养更丰富,更全面,就可以清炒也可以做它,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,有助于增强体质,防病抗病。 空心菜能降低血糖,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食用,婆婆的糖尿病有好几年了,一时尚医生要多吃一些蔬菜和素粮,好多年轻是爱吃的东西,都让它少吃,皆解馋,它有时嘴也会像孩子一样馋,想吃点有味道特别的食物,我们也会想办法给老人做点继合口,又对它病情有缓解的饭菜, 让老人吃得舒心,今天这道用空心菜,也给老人做的蔬菜饼,清香可口,很对老人的胃口,他直接吃了三个,孩子也吃了两个,说味道真不错,大家也可以试试,很简单,全家人都可以吃。 蔬菜饼,食材,空心菜叶适量,面粉适量,鸡蛋两个,盐半勺,胡椒粉一勺,做法 一,食材备好,二空心菜叶子多淘洗几遍,控水切成碎末 三,装入碗中,打入两个鸡蛋 四,加半勺盐,一勺胡椒粉,搅拌均匀 五,然后加适量面粉,面粉不需要加太多 六,搅拌均匀,让菜叶适的裹上面粉 七,平底部粘锅或电饼盛中倒入一点油,用小勺子挖一勺,和好的菜糊放在锅中,小火煎至两面微黄即可 八,非常健康的食材,做成蔬菜饼口感丰富,而且超级简单,也很适合全家人的早餐 莫愁愁路无知己,谁人不识小面移,大家好,我是小面移,不知不觉出一鹏任路上陪伴大家两年时间了 相处的日子里,一起分享美食生活知识,一起体验美食生活快乐 在此,道一声谢谢,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不同的看法,欢迎在文章底部评论,出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,面食带丢美食生活指南 老百姓最喜欢的美食媒体平台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